大家好,我是叶宝梅,是一名教师 对于画画呢,其实我是有兴趣啦 不过,没有真正的学过 那么呢,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呢 就参加了朱少鱼老师的画画盘 那个时候呢,朱少鱼老师在吉人坡 已经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画家了 可是呢,他却不嫌弃我们这种不出名的学生 他非常用心,而且乐意地教导我们 指出我们的错点 那么呢,在他的热心教导下呢 so,我今天才有小小的成就 也有这两部画可以去画展,现在画展里面 ok,那么我对于此事呢,我非常感谢他 那么今天我所展出的两部画呢 那么我要稍微的介绍一下 第一幅画呢,是乐 可以看到画中呢,有一群鱼儿跳跃的 迎接着吸水向上游 那么我的画呢,其实是比较注重意境 不及你以物体的外表 所以呢,这幅画的主要特处 或者要显出的地方就是那个水的流动感 再加上鱼儿的跳跃 所以让大家耳目一醒 第二幅画呢,是静观山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山和石啊 在中国的历史上,是跟人类呢 脱不了关系啦 尤其在水墨画上面呢 很多名画家都能够用水墨的深浅 沟出那个山脉的气势啊 使它变得更加迷人 再加上了一层薄薄的布 可以使到那个山呢 更加的朦胧啦 更加的神秘 所以这两幅画呢 就是代表我现在的心情啦 好,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MCO 那么呢,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都希望出去游乐 然后可以休闲的走走 最后我也希望我这两幅画 可以得到大家的共鸣 谢谢